许久未营业的杰伦小工举终于宣布开张 9月16日晚11点 他的最新单曲《说好不哭》上线 歌迷们便掀起了一场狂观 朋友圈刷屏音乐平台系统崩溃 热搜榜第一被这首新曲牢牢占据 相关话题阅读量几小时内达到20几亿 发售12小时突破500万张销量 迅速荣登三大音乐平台 2019年数字单曲冠军 甚至连某音乐平台的骨架都因为这首歌而变动 然而就在大家沉溺于天王出山震慑下的种种高数据时 这首新歌的评分却一路下滑 就连知名乐评人卢世伟都表示 有些流水线作业的感觉 网友们对于该曲的评价也十分两极化 不少人觉得比起周杰伦之前的作品 这首歌乏善可陈 毫无新意 完全比不上当年巅峰时期的歌曲 更有网友表示 周杰伦是因为太过幸福导致江郎财敬 从而再也写不出之前那些来源于坎坷生活的好作品了 今天小编就跟大家一起盘点下 哪些经典音乐作品诞生于坎坷生活 当年纳因一首征服唱遍了大江南北 时至今日都依旧是KTV点歌单中的热门曲目 但又有多少人知道 征服虐心歌词创作的背后 是有关袁维仁的爱情故事呢 当年袁维仁和同为音乐制作人的陈小娟 是圈中一对令人羡慕的情侣 只可惜两人在相恋七年后 还是走向了分手的结局 于是三十岁的袁维仁在极度伤心中写下了征服 将这段刻骨铭心的恋情写到歌词 我们互相鼓励他会弹钢琴 所以有受到一点点我的影响 他也开始写歌 然后在我写完《征服》跟《梦醒》了 因为这收录在同一张专辑里以后 他也开始做了很多的发表 没有想到他的发表更好 由当时也陷入情商的歌后 纳因演唱 随后同为创作人的陈小娟 也用纳因的一首干脆 疑似回应袁维仁的征服 有趣的是 在《纳因同章》专辑中 也收录了袁维仁创作的梦一场 之后两人更是通过一首又一首经典作品 进行了一场隔空的较量 现在如果回顾袁维仁最经典的作品 像《执迷不悔》《想念》等 都大多源于那段感情的失落戏 毕竟有故事的男同学 才能理解苦情的真谛 很多人都说 年少不听李宗盛 听懂已是不惑年 众所周知 音乐界的大科技人物李宗盛 也是个相当有故事的性情中人 在他的情史中 最为大家所熟知的 莫过于当年和林一连之间 那段轰轰烈烈的爱情 1992年 林一连与李宗盛合唱的一首 《当爱已成往事》 不仅让林一连迎来事业巅峰 更是成为两人感情的开端 1994年 签约滚石后的林一连 与李宗盛有了更多合作机会 李宗盛曾说林一连这样的女人 只听声音就足够爱上她了 我最怕在台北开演唱会 因为 在台下的都是知根知底的人 所以那个真感情很容易 没办法控制 然而两人相爱时 李宗盛还有家事 林一连不想破坏他的家庭 远走加拿大 打算重新开始 但没想到李宗盛竟为爱 一路追到加拿大 并在林一连的住处外苦等一晚 之后才有了这首 《为你我受冷风》 这首歌不仅是李宗盛最深情的告白 也是两人六年婚姻的开端 然而世事难料 2004年 这对曾经爱得轰轰烈烈的友情人 却在结婚第六年先后发表离婚声明 李宗盛更是用写给新小琪的领悟 为这段感情划上了句号 创作了无数经典作品的林熙 是华语乐坛中公认的创作才子 她如梦似幻的情歌 也成了无数痴男怨女心目中的一场梦 而她之所以能写出如此情感浓厚的歌曲 也源自她刻骨铭心的爱情 当年她和爱人相约去东京看演唱会 可是她在二丁目苦等三小时 却没能等到心目中的人出现 冰天雪地中 独自徘徊在异乡街头的林熙 便有感而发 写下了再见二丁目 并在回国后又写下了一首富士山下 纪念这段爱情经历 网友说林熙写过的情歌连起来 就是对心中人的思念和叙叙叨叨 可惜的是 这位为爱人写了一辈子情歌的情吃 却始终没有赢得心上人的心 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 可见对于创作者来说 只有经历过感受过 才能写出真正动人心弦的音乐 一顾视频独家策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